我們就不用啦 我有幫人 助理!助理!助理! 助理!助理! 喔!滿是重量的 我就介紹一下我在雲林社做的事情 先算是我的醋 欸...不是不是 這個...這個...這個... 那個...影片 第一個影片 就可以稍微放一下 然後聲音把它關掉 關掉啊!關聲音 對!開啊!不要看聲音 對!我要講解 對!看...看資料 就是...那時候我們學校就發生 就是一個...一個校友 然後要蓋...就是叫智慧之塔的一個... 一個建築物 因為他覺得...台中有一個顯著建築物可以... 來代表台中 所以他就說要捐...捐錢 然後來建一個... 來建一個...地標金建築物 然後那時候...就是... 呃... 因為我們學校有... 宿舍的興建 然後有... 文學大學的興建 然後有... 農學院大學的興建 然後好像還有... 一個...餐廳要建 然後結果... 就是還要去... 花錢去再建一個... 不知道... 有什麼意義的... 建築物 然後還要拆掉... 呃... 我們農...農議席的... 農議席的... 農議席的... 就是... 師生們很大分開 然後就是... 你們看到這個... 這個活動是... 那天是校務會議 然後就是... 呃... 就是... 呃... 就師生就串聯在這裡 因為剛好那天下午 然後就是... 大家串聯在這裡 就是要... 又有一些訴求 往後... 往後拉... 對...往後拉... 就是有一些訴求 然後那時候大家也覺得很無力啊 就是... 誒... 那我學生到底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 抗議到話也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我很多朋友都跟我們講 然後那時候我就擔任就是... 攝影還有... 打籃包整理的部分 那... 對... 所以現在就是... 我現在... 應該是在... 這個... 盛集的後面 對... 然後就是我們的主命 然後就是... 那時候他... 他算是這次事件的超刀手 就是... 他... 就是用一些問卷 很粗糙問卷 然後去引導你去... 就得到他滿意的... 回答 行銷... 行銷為什麼你不要懂這個東西 我不是本來懂 就是... 可能利用一些... 方法... 自己跟問卷的方法上去 引用你去... 回答他想要得到的答案 然後可能就是變成都... 有八成學生在意 誒...誒... 再成... 新建這樣子 就是... 這個數據我們... 那時候也不知道怎麼來的 直接是這樣 所以... 可是其實... 剛剛對談的時候還發現 因為他可能也是想要... 呃... 就讓這次事件... 引起虛擾很大波 然後... 因為... 畢竟效果要捐錢過來嘛 那你不能跟他說 我不要... 我不要蓋這種東西 效果你怎麼不能這樣 所以... 變成說... 這次事件... 很大一分是他後面超刀 這樣子 然後... 就是這次給我最大的啟發 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 這次... 這次件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 呃... 其實文字還有影片的量 是可以改變很多東西的 那... 因為... 我... 那時候我整理藍包 那... 我是用比較客觀的方式 呈現... 三方的立場 就是整理點到哪裡 所以... 那時候... 雖然我還不太懂新聞這東西 那可是... 我就... 就有點... 新聞從業的人也是有這樣子的... 力量可以去改變世界 所以... 這個事件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 呃... 算是... 影響我很大的... 就是... 新聞從業的一個很大的... 世界影響 這樣子 好... 收小錄 可以關掉 然後... 再來是這個... 欸... 第三個... 就是... 這個... 這個事件 呃... 這個事件非常的奇妙 那時候我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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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單車環島 然後... 突然... 就... 就... 我室友就把他... 他跟我說... 欸... 燕姐怎麼辦... 那個... 假拉車鋪... 男... 男素假拉車鋪會不會拆掉 沒有... 男素假拉車鋪就是他... 就是對我們學生非常好 就是你可能修靈... 只要... 沒什麼... 他都不會很收錢... 就可能他可以... 他可以... 裡面把你換... 之類的... 就再把一些救援... 換... 換上去... 所以他可能... 不跟你收錢... 或者是... 他會賣很便宜的假拉車... 可能... 一千塊以內的假拉車... 二手假拉車... 然後自己整個修人道很新... 賣給... 賣給學生... 可是那時候... 得知... 他要被拆掉... 而且是在... 寒假的時候... 就因為... 他... 因為... 他這個... 老闆... 他是... 接他前老闆的... 那個... 就是... 合約... 所以... 他前老闆是有... 就是有... 簽一些什麼... 要給比較回饋... 結果... 因為... 續約的時候可能沒講清楚... 所以... 變成說... 他... 學校就追... 追究這個案子... 要要簽你... 對... 然後... 就是他在寒假的時候... 學生跟我不在的時候... 就突然跟他說... 你要簽你... 就可能說一個禮拜內... 欸... 他本來都三天內要簽你... 然後到最後... 因為... 學生把他獻了... 就是... 我... 回來之後...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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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然後就...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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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他... 之後再...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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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 這樣子... 對... 那... 所以... 這也是... 所以算新聞社以外的... 就是... 我自己的一個作品... 可是... 這個日程就沒有那個... 就沒有新聞... 報導... 因為... 那時候我還不太... 會... 那樣子... 就是一個熱血條... 欸...不行... 怎麼可以這麼粗糙的... 就是... 處於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 去... 拍攝這影片... 對... 對... 然後... 對... 好... 關掉... 好... 好... 等一下... 那... 下面... 往上... 欸... 好... 媒體正義... 下面... 下面... 左邊... 對... 就是... 那時候我進入新聞社之後... 我非常shock的是... 剛剛不是只有... 其實... 實際上只有社長一個人在... 在運作而已... 然後... 社長又... 所以他... 很多事情... 欸... 這個... 是... 正義... 編成賽的... 好... 沒關係... 不好意思... 就是... 呃... 社長是他這個人比較包裝的... 所以... 他其實他也會想要去辦... 一些活動什麼的... 那... 那時候想說不行... 就是... 新聞社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進新聞社... 只有我們新聞社就變成這樣子了... 就是只有一個社長... 在主要在運作而已... 那... 那不行... 一定要有一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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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跟... 媒體到底... 能不能實施社會爭議... 那... 就是... 其實我們完全不懂辯論... 就是... 所以... 也會被打得很慘... 那... 那... 雖然... 雖然那個... 學長講評的時候說... 我們... 站在比較好的一方... 因為... 新聞正義這個... 就是... 正方式比較好變... 那... 反正就是... 那時候... 我們就... 那時候... 借有這個辯證之後... 我會... 更了解... 就是... 新聞媒體可以... 呃... 那... 那... 再來... 看一下... 呃...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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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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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下一個... 嗯... 來... 翻掉! 不太死就此了 這是我做的那個啦 就是... 我們做了一些報導 然後因為我們之前 上一屆 竟然就出現一個一刊的刊物是解說 美型大鬥戰 雖然報導其實不是不好 只是我們辦... 一起去... 一起去出兩刊而已 一起去出兩刊 還出現鞋子報導這種問題 再講說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希望不好的學校一些議題 然後讓其他人更的是一些公共議題 然後往上 這個這個 像 下一個 像這個議題也是我就是去發現 然後我就是在編輯會議說提出來說 這東西我覺得應該要做 那就是我就讓學弟去做這個議題 那就是好下一個 然後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告 最近創一個財神社 光馬隨便神啊 就是他們有在做一個TNR計劃之 捕捉捷捷捷捷 然後在什麼 釋放 然後就是去採訪他們兩屆的社長 就是他們就是一直很有心裡想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 因爲實他們 注意到很多困難 就是在 呃 推廣 他們因爲實想要推廣的是 動物保護的一些資訊 就是讓大家可以對動物更友善 然後 不要就是 不要去 呃 以任養 呃 代替購買 對 那 就是我 掉了 對 然後 欸我想說 呃 對 然後 就是他們就 就發現 欸 就是 很多人都把口丟給他們 然後說 這是你們要解決的問題 可是他們根本不是這個專業 因爲 這東西還是要更多專業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時間是不是到了 對 好 來 開放五分鐘 好 其實你可以繼續講他去啊 五分鐘的時間 哈哈 哈哈 我會想說 我會想聽你再繼續講 就是 我去採訪他們兩屆的社長 就是他們都遇到就是 大家都想要把手丟給他們 因爲常說 欸 你不是官方正經事實想要算 你要是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可能PTT上 就是 就是 就是全堂最大論壇 就是 我們送信堂 也很多人在罵說 欸 你不是有承認社嗎 怎麼 我們校台那個 流氓國在賽 為什麼沒有解決 為什麼他們要把 只是他們為什麼要做TNR計畫 就一直 就是有點 會是 去 謾罵的部分 那 就是 我們也協助他們就是 把這個產物做出來 然後 那更多人知道他們做到 他們到底做到什麼樣子 對 然後後來也給我們很多分享 就是覺得 欸 不錯 我就是信封社有幫我們 把這個事情去 宣揚開 下一度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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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關掉 好 我解釋一下這個鵝 其實我不是要抱這個鵝 其實那時候 剛好 不是有什麼情流感嗎 對 我蠻想抱抱情流感 是 因為 學校的老師 就是相關科系老師 他是不透露這個事情 所以 我們最後這邊 轉變標題 變成是 中心的兒的故事 因為 因為我們 我們學生會的LOGO是黑電腦 所以 兒分數我們學校的代表 動物 就是一個其他方式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 師好像知道 我們兒是不是健常 是不是會不會傳染的樣子 只是 得到沒有回憶 所以 就長得變成比較活潑的標題 然後 這本來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看行為聊事 對 這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這本來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最近在做的就是 美女次度 就是 呃 就是 這個美女次度 這段路可以解釋 什麼叫美女次度 就是 事實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他要殺他 可是 電視看到的是 他要殺他 這是很 這張圖的蠻清楚的解釋著 美女次度 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看到的 媒體的世界 其實 並不是真實的 那 媒體代表 媒體是什麼呢 媒體就是 只要是書、電視、電影、音樂 只要傳達給你訊息的 這張媒體 那 我想要帶給大家 就是 一個 就是讓大家了解說 就是 呃 我們所認知到的世界 是被禁勾起來的 包括 我們一些價值觀 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崇尚 就是消費主義 或是 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都是被 呃 一些 媒體 直接去架構起來 然後 欸 先關掉 好 好 這邊也先關掉 直接這樣看就好 就是 我 那一次 第一世代的時候 我會用比報的方式 因為那時候剛好是馬王 馬王 蘋果 我就是用很大的版面去 去 呃 去 用感慢的方式去形容 那個 那個 就是馬王 正正的那個事情 然後 我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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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對 然後我就分兩組去比報 就是把 蘋果聯合 自由 中國 這四個報紙把它 呈列出來 然後 我第一個功課要他們做的是 找出 找出 夜配新聞 夜配新聞就是 呃 知識性行銷 就是 因為 呃 知識性行銷就是 會直接 給新聞媒體 就是說 你幫我把它做成新聞模式 讓我給你一筆錢 對 然後 就 就形成說 現在有這個風氣 只是變成 不然報紙也好 或電視媒體也好 尤其是 政府單位 就是 更常用這種方式 因為 政府單位一些措施 其實媒體不愛爆 因為太boring 就是 像什麼 可能尊嚴什麼 白米啊 什麼新的白米 這種東西 媒體怎麼不愛爆 不可能啊 所以 就是需要塞一點請給他們 可是 可能用很多方式 因為 因為 就是 知識性行銷是被 法規是禁止的 那 所以 他們現在就是騙很多方式 像是 可能給 給 所有媒體一筆錢 他說 你買一個旅遊基金 我們可以給你20萬 然後去 去什麼 想設最近他們 那個什麼 呃 想設烏日豪 建成一個 就是 他們建成 文化園區好 那他可能就給你一筆錢 20萬才這樣 去那邊玩 那去那邊玩 那你就知道意思了 就是要報道的意思 就是你去玩的時候 要順便報道的意思 對 那 只是為了想讓大家 去認識這些東西 那 我時間好像到了 哈哈哈哈 對 那就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你